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式新闻 我是程怡静 首先来关注一则国内新闻 秉持着媒体摇篮的精神 韩江学院深刻的了解到 媒体界是需要发掘更多的年轻人才 因而在2011年 首创了属于中学省的偶像主播大比拼 这项比赛已经成为了韩院的常年活动 公开给所有年龄 介于15至19岁的在籍中学生参与 让他们可以发掘自己在 华、乌、英三方面的新闻广播才华 偶像主播大比拼 是一个专为中学生而设的平台 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新闻广播的行业 并出场当新闻主播的自卫 这项比赛除了让参赛者对广播行业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也为了发掘更多年轻的新闻广播人才 以及提高学生们站在舞台上的自信心 参赛者有机会参与 由韩江学院为他们特赦的工作坊 以加强他们的书写新闻、发音、肢体语言等技巧 经过初赛及复赛考验的15名参赛者 最终将在决赛中一决胜负 欢迎来到韩式新闻的直播现场 你好 我是程雪希 首先带您关注一则国内消息 偶像主播大比拼的评审团 郑荣鼎盛 其中包括八度空间的新闻主播 叶剑锋 Astro Awani的新闻主播 王金莲 第一电视台的新闻主播 杜瑞铭与Hazer Desmond 以及韩江学院校友 目前任职NTV7新闻主播的陈丽婷 很可能你参加这一次的那个 偶像主播之后啊 你以后也许你突然改变志向 你也可能没有再站上这样的舞台 所以有这样的舞台呢 一定要去享受它 而且想尽办法让台下的人 都把那个目光停留在你的身上 但是又要做到不太夸张 又要很自信 就是给我们一点不同的想象 就是我这个年纪 我跟你们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我同样可以把新闻传播的很有效 偶像主播大比拼 擦亮了韩江学院的品牌 继前四届的比赛 取得热烈回响之后 韩江学院将举办第五届 偶像主播大比拼 若你有兴趣参加比赛 方法非常简单 只是要用你的手机 录下你认为表现最好的新闻播报片段 片长2至3分钟 过后把影片从手机输送到电脑存档 再上载到www.wetransfer.com 选择你要传送给我们的参赛作品 在FreshVMule的空栏填上我们的电邮信箱 Eileen at hju.edu.my 然后在紧接下来的空栏填上你的电邮信箱 别忘了在信息空栏填上你的个人资料 包括姓名、学校名称、联络号码、 面子书账号以及电邮信箱 最后点击Transfer的按键 就可以把影片上载并传送给我们了 另外有意成交光碟的参赛者 可以将它邮寄至以下地址 恭喜你!只需这几个简单的方法 你就已经是偶像主播大比拼的一份子了 成交影片的截止日期就在7月5日 我已经尝试过了 感觉还不错哦 你敢不敢来挑战呢? 好,今天的新闻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